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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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的股票配置中占了一大部分 如果美元升值 考虑卖掉一些美股 买入外国股票 哪怕出现影响全球市场的经济放缓 你也能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效果 斯蒂夫的市场战略师巴瑞巴尼斯特说 哪怕是在你的美股中进行重新配置也是十分必要的 科技股表现强劲 加上其他领域股价的大幅下跌 你现在持有的硅谷股票可能有点太多了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美国证券战略师麦克威尔逊说 在经济循环的这个阶段 公用事业 电信 必须消费品等行业的股票表现良好 对债券要精挑细选 贝莱德的伊沙贝拉马蒂尔希拉果说 几乎零风险的美国国债凭借其稳定上升的回报率 极大的威胁了其他风险更高的债券 因此减少购买高回报率的垃圾债券是明智之选 这种债券之所以回报率高 是因为发行公司的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也不要购买长期债券 因为如果经济形势出现不稳定 这些债券的价格会大幅下跌 哪怕是不起眼的货币市场 也有两百分好的收益率 因此威尔逊说 短期债券是个不错的选择 什么时候该稳妥行事 然而有一种投资者应该无时不要放弃股票的原则 普斯特集团Faster Group的首席投资官肯特特莱默建议 临近退休的人士要迅速行动 卖出股票 在货币市场里存上一两年的生活费 或者买一两年的国债 克莱默解释道 你一定不想等到股票下跌的时候才被迫抛售 大衰退期间 很多人的养老储备金就是这样蒸发的 即便如此 这条建议不能算是选择最佳时机交易 而是在市场前景看起来一片大好事的明智之举 财富中文网 报道 漏心达审 瑞安德罗索本文 另一版本 发表在2018年8月1日的财富 杂志 标题为狂欢结束时 应当去拿投资 译者 Eckford 请不吝点赞订阅